OK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奔驰大厦的这个正下面啊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奔驰EQE的一个冬季的测试 那正好干上这两天北京下大雪 大家可以看一下外面的整个的景色 这个都是白的 然后今天呢我们会开到大概徐水的那个位置 然后听说徐水那边也是暴雪的那个状态 第一呢我们来看看奔驰EQE的这个续航在冬季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趋标 然后第二呢看看我们雪天开电车会比油车有什么优势 好 出发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杜丹坎 然后整个的车队都会在这儿集结 我觉得编队行驶吧 然后看一下我们整个的电量 现在还有82% 我们续航里头最多最多 有一个max是491公里 肯定是到徐水或者是到保定是没有问题的 整个的这个开起来的感觉啊动力的这个输出啊会比油车好很多 因为电机的这个控制 这油车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 好了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一会见吧 哈喽各位同学 现在呢我们是第二天的早餐 因为昨天整个一天的行程非常的狼狈 那我们昨天是一个打冰壳的状态 非常的脏 那今天我们是到了这个石家庄市 然后在这儿休息了一晚 今天晚上我们会再到这个山梯的太远 今天会有一个油耗的挑战 我们先说一下整个的路程是什么做 经过一晚上下雪化雪 现在木面上包括主路上都是这种地参甲的形式 所以今天的能耗挑战啊 我们先说一下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ECO也就是这个叫什么经济模式的话 它可能会比脚的能耗低 但是呢不太安全 然后如果我们有越野模式 它是一个四驱的状态 但是能耗就保住了 所以这个看看驾驶模式 一会我们上路去怎么选择 然后今天的路况啊是一个这样的地 加上大上坡加上高速 所以到山西太远应该是300多公里 看看这台车最终的续航表现是多少 哈喽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平衡饭店了 现在我们一共开了大概五个小时吧 那整个的能耗显示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节能提示 这有一个五颗星的 这个 这应该是解锁的成就吧 我们看一下启动后 能耗是22.6千瓦时每百公里 然后我们的这个续航 现在是62公里 然后15%的电 我们是没有充电 直接到了这个太原的平衡饭店里 我们一路上的速度 基本上是定在了90 然后80左右 然后在高速的最右侧 其实整个的能耗表现还是OK的 我们说一下这台车开起来真的挺舒服的 而且它每一个驾驶模式之间切换 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区别 我们在开启这个智能领航呢 之后呢 这台车基本上我手搭来换来盘上自己去开就好了 然后超车啊 并线什么的 我只需要打灯 然后去操作 非常的便捷 这台车的车是一样的 那今天我们到这个平衡古城啊 给大家拍一下这个车啊 刚刚我不是把这车全部都收拾干净了 那首先来看一下外观 整个车是一个非常像水滴 那么一个有点圆润的造型 它在速度系数呢 达到了0.25cb 也就是和奔驰过去驾驾车的速度系数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看都是什么 小的设计吧 首先一个地方轮圈 这个轮圈可以帮助它的续航长几公里 因为我们的这个EQE SUV500 和那边的奔驰的EQE SUV356 它的动力系统是一样的 但是就差在这轮部上面 它差出应该是10公里左右的这个续航里程 我们来后面看一下啊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轮胎啊 是普利斯通的泰然者T1005S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公路胎 后面整个车的造型 依旧是一个非常圆热的这样的水滴的造型 其实整体的这个造型都是融入在 它考虑到这个风土系数的一个逻辑里面 另外还要说一下它的续航里程 我们来看一看 开到这儿 路上一共是200大几十公里 然后其实它的吊电量是 达成率应该是60%左右了 那其实对于电动车来说啊 这样的一个零下 刚才我们最低在表显里面看到的 零下14度15度的这个温度 60%的这个续航里程 应该是还算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 因为电动车吧 谁也不可能说我的续航里程 在这么低温的情况下 可以达到70%或者80% 去开车过程中 它算出来的那个实际的里程 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导航上面显示的你能到 它一定是能到的 今天说的就是这么多 明天我们会继续出发到洛阳 又是一个比较有历史文化的 这些城市啊 明天见 拜拜 好了今天的我们到洛阳的半路上 已经开了大概200公里了 我们会在一个这叫相存服务区进行补电 因为今天整个的行程是417公里 我没记错了 而中间的转滑 转滑都需要补个电 然后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 大家还上个百分之三十六左右的电 现在存在的时候有二十分钟 我们已经存到快80 所以如果电动车要充电的话 大家可以尽量选择 在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八十这个之间充电 这是现在的速度和效率非常高的 最终我们经过1100公里左右的里程 抵达了洛阳洛邑古城 那其实纯电出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焦虑 即使是零下十几度的冬季 只要不是无人区 充电的时间和人休息的时间 其实是能够做到相互搭配合的 服务区吃个饭的功夫 电池基本上都能充满 而一路上奔驰带给你的豪华感 才是路程中最好的体验 舒适的悬架 油门响应和奔驰燃油车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即使长时间驾驶 也不会感到电车所带来的眩晕感 而奔驰所传递的正是两个时代交替时 依旧可以提供始终如一的豪华感 所以你心里的那个奔驰还是奔驰